公共航庫代船爭議 張銀董事長張明道被爆料 出國整整一星期 卻沒有找職務代理人 讓公司群龍無首一個禮拜 整起事發經過 原來是獨董梁國元大義滅親 爆出董事長張明道 在7月14到7月19 因公出差 前往時差7小時的倫敦 但沒有指派職務代理人 公司也並沒有副董 出了事誰來解決 假設沒有批發公文 那後續怎麼因應 怎麼處理 都是很重大的問題 更誇張的是大人不在家 一線主管也像狀況外 總經理張宏基說 因為自己當時也出差 沒有注意到有沒有發文公告 法尊主管楊繼承則坦言 知道董事長出國 但不知道沒有代理人 再看這段話是江營今年1月 東晚分行員工涉嫌收受回扣儀式 他親上火線 如今張明道再度發聲明 他說出國前業務管理單位 都有通知總經理 等同請假程序 並沒有違反公司章程 或公司法規定 以前依照慣例依照法規 出國必須指定常董來代理 我覺得張董事長不依照規定來辦 膽子太大了 只是張明道曾任財政部金融局副局長 也當過金管會銀行局長 現在財政部也來打臉 總經理不具董事身份 還是不能完全代理董事長職務 擔心是張營內控出了問題 財政部將進行了解 東森財經新聞 六至六子騰台北採訪報導